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基础字相关的内容 进行了系统的疏离 课后有没有对需要理解的概念 厘清的关系 学会的方法 进行进一步的复习和巩固呢 在这里 老师再次建议大家 复习时注意方式方法 发现自己不懂的地方 及时向身边同学或老师请教 今天我们复习的主题是 信息编码实例1 和同学们一起对 字符是如何编程二斤姿马的内容 进行复习整理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第二课 信息编码实例1 我们一起先来回顾课程内容 重温以下几个问题 梳理一下本课的内容要点 什么是信息编码 一般有哪些规则 计算机中信息的编码 一般又有哪些规则呢 英文字符是如何编码 使之能被计算机处理 汉字字符又是如何编码 使之能被计算机处理的呢 今天我们主要围绕 这些问题和要点展开复习 1.信息编码规则 2.字符编码 复习回顾1.信息编码规则 编码是对原始信息符号 按一定的规则所进行的变换 方便使用是信息编码的主要目的 例如房间号码 一般有楼承号加序号组成 上海室内电话号码 有八位数字组成 身份证号码有18位号码组成 从生活中的编码例子可以看出 设计编码是因满足 唯一性和实用性的原则 编码不重复 编码要有规律 位数尽量少 编码可扩展 这些基本规则 同样适用于计算机中的信息编码 大家知道 在计算机中 信息是以0和1的编码形式存储和处理的 它的奇妙之处在于 有一串二进之数组成的数据 可以用来表示数值 也可以用来表示某个字符 标点符号或汉字 甚至还可以用来表示声音或图像 那么计算机中如何以二进之数 对这些信息进行编码的呢 通过前面的复习 我们知道 信息编码时所采用的位数 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我们先来看一个 用二进之数进行编码的例子 复习一下用二进之数编码时 位数的确定方法 小兵班级 有40位同学 若用二进之数编制学号 至少需要几位呢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如果用一位二进之数编码 就有0和1两个 如果用两位 那么就有000110114个 如果用三位 那么编出来的号码就有8个了 如果以二为底数 以编码位数为指数 运算结果就是编码的数量了 所以当用四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计算 就是二的四次方16个 那用五位的话 就是二的五次方32个了 那五位够吗 很明显40位同学是不够的 所以再增加一位 六位号码 根据公式计算 二的六次方有64个号码 这样就满足了 40位同学学号的需求 所以 至少需要六位二进之数 来对40位同学进行编码 好 我们小结一下 用二进之数编码时 确定位数的方法 如果用n表示编码的位数 那么 2的n次方 大于等于需编码对象的个数 我们就根据这个关系式来求出n的值 注意n的值应满足 尽可能少的编码长度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练一练 新一届高一 共有250人 分为9个班 每班不超过30个人 现在用二进之数 给每位学生进行编码 编码 由班级号加学号 并尽可能减少编码长度 以下正确的是 这个问题 请小月同学来回答 好的 我来回答 2的4次方等于16 能编出16个号码 满足9个班级数的需求 所以 班级号用4位 2的5次方等于32 能编出32个号码 满足30个人的需求 所以 学号用5位 我选C 分析得很清楚 同学们要注意 尽可能减少编码长度这个条件 复习回顾2 字符编码 1 英文字符编码 同学们 你们注意过键盘吗 当我们输入数据的时候 经常需要输入哪些字符 这些字符 大概有多少呢 老师 我来说 如输入英文的时候 就会涉及英文字母 包括大小写 就有52个 还有数字10个 逗号 引号等标点符号 还需要空格 哦对了 万一输错了 还需要delete删掉 说得很好 通过键盘 我们可以把英文字母 数字 标点符号 控制符号等输入到计算机中 向计算机输入数据 发出命令等 科学家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 整理了常用的128个字符 大家请看这张表 其中有控制字符34个 阿拉伯数字10个 大小写英文字母 各26个 各种标点符号和印算符号32个 一共128个字符 那么 用几位二进字符 表示这张表中的128个字符呢 因为 2的七次方 等于128 所以 这张表中的每一个字符 都对应 一个七位二进字符 这128个英文字符的编码 早已在计算机中 被普遍采用 称为ASCAMA 它已被 国际标准化组织 定为国际标准 我们再来一起找一找 大写英文字母的ASCAMA 大写字母A 在第100列 第0001行 所以 它的ASCAMA 就是 100 0001 那么 在它后面就是B 100 0010 以此类推 直到Z 就是 101 1010 这是 二进字符形式 为了方便 我们经常把它们转成 十进字符 或者是 16进字符 同学们你们看 是不是用 十进字符 或16进字符 更容易记住它们啊 上节课 我们复习了 不同进字符之间的 转换方法 大家课后 好好练习一下哦 我们再来一起找一找 小写字母的ASCAMA 小写A 它在 第110列 0001行 所以 它的ASCAMA 就是 110 0001 那么B 就在它后面一个 110010 按次序 一直到Z 就是 111 1010 同样的 我们也把它经常转换成 十进字符 或者是 16进字符 我们还有常用的 数字字符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它的ASCAMA 0 在 011列 0000行 所以它的ASCAMA 就是 011 0000 后面 以此类推 一直到9 9的ASCAMA 就是 011 1001 我们同样 也把它转成 十进字符 或者是 16进字符 依据ASCAMA的值 还可以对英文字符 进行大小的比较 我们先来看 数字字符 它们对应的 ASCAMA 十进字符 从48到57 以此底增 大写英文字母 也是一次排列的 它们的ASCAMA值 从65到90 从小到大排列 小写字母 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们对应的 ASCAMA值 从97 到122 从小到大排列 所以 就很容易 比较它们的大小了 很明显 我们还可以发现 整个数字字符 的ASCAMA值 是小于 大写英文字母的 ASCAMA值 所有的 大写英文字母的 ASCAMA值 是小于 小写英文字母的 所以 我们也可以 对这三类字符之间 进行比较 好 我们再来练一练 以字字符 A的ASCAMA为 110 0001 那么字符 D的ASCAMA 是多少呢 小雅 你的答案是 老师 我知道 小写字母D 在小写字母A的 往后第三个位置处 在A的基础上 加3 但我不会 做这个加法 好的 老师 给你演示一下 只要把这个3 转成 二进字数 11 然后 和 A的ASCAMA 110 0001 相加 由于它是 二进字数 分二进一 我们就可以得到 110 所以 字符D的ASCAMA 就是 110 0100 好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对小写字母A 大写字母A 小写字母Z 数字字符9 进行升序排序 结果为 小达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好的 这些字符的大小 可以根据它们在计算机中的编码值 进行比较 因为数字字符的编码值 小于大写英文字母 大写英文字母的编码值 又小于小写英文字母 而同一类小写字母 A最小 Z最大 所以 我选A 正确 接下来 我们再复习一下 计算机中ASCAMA的存储 如字符A 它的ASCAMA 是100 0001 T位二进之数 存储时 就对应7个bit 但因为计算机 是以byte为单位存储的 所以 存到计算机中 最高位 补0 这样 存储时 正好在 一个字节 也就是8个bit 关于 计算机中的存储容量 我们上节课复习了 一个字节 等于8个bit 计算机中的 存储容量单位 还有 千字节 造字节 集字节 太字节的 那么 它们之间 如何换算的呢 老师 我知道 一个千字节 等于1024个字节 一个兆字节 等于1024个千字节 一个集字节 等于1024个兆字节 一个太字节 等于1024个集字节 回答正确 请同学们记住 它们的数量关系 那么 汉字字符 又如何进行编码的呢 同学们 你们知道 我们汉字有多少吗 它编程二斤字码 又需要多少胃呢 由于汉字数量比较多 所以需要更多的 二斤字胃了 1980年 我国颁布的国家标准 GB2312-80方案中 规定用两个字节 表示一个汉字 该字符集中 包含汉字6763个 数字字母符号等 682个 共7445个字符 存储存于 计算机内部的 汉字的二进字编码 称为内码或 基内码 一般情况下 内码是16个bit 占两个字节 如汉字拟 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内码就是 1100 0100 1110 1110 0011 16个bit 两个字节 查看内码时 经常显示它的 16进字数形式 同学们还记得 上节课复习的 二进字数 与16进字数的转换吧 转换结果为 C413 汉字内码 存储在计算机中时 为了与 阿斯卡码的区别 它的两个字节的最高位 都是1 因为我们知道 阿斯卡码的 一个字节的最高位 是补灵的 一个汉字 在计算机内部 它的内码 或者是基内码 是唯一的 那么 如何从键盘 输入汉字呢 键盘上 可没有你字哦 为了能从键盘 输入汉字 设计了输入码 汉字输入码 有多种编码方法 如 可以利用汉字的拼音 进行编码 全拼输入码 就是其中的一种 如 你 就可以从键盘输入 NI 还可以利用汉字的笔画 进行编码 无比自行码 就是其中的一种 如 输入 WQ 这里 就不一一举虑了 同学们 你们常用的是哪一种呀 这里老师再提醒一下 同一个汉字 可以由 不同的输入码 为了便于 汉字的显示 打印输出 又涉及了自行码 点证自行码 就是其中的一种 如 汉字拟 可以用16行 每行16列的点证 来显示 如约定 1 表示黑色 0 表示白色 那么 用一个bit 就能存储 一个点的状态了 如果存储一个 16乘16点证的自行码 那么就需要 256个bit 32个字节 关于自行码 老师也要强调一下 汉字字库 有不同的方式 表示汉字自行码 同一个汉字 有多个不同的自行码 我们一起再来整理一下 输入码 是为了方便汉字的输入 同一个汉字 有多种输入码 自行码 是为了显示打印输出 同一个汉字 有多种自行码的 而存储于内部的内码 是一个汉字 一个内码 这是唯一的 无论是英文字符 还是汉字字符 都是需要编成 二进字码后 才能存储在计算机中的 关于这点 老师再给大家整理一下 英文字符 在计算机内的编码 称为ASCAMA 汉字在计算机内部的编码 称为内码或基内码 ASCAMA有七位 二进字数位 存储时 最高位不零 正好占一个字节 用16进字数显示时 有两位 因为汉字数量比较多 内码 一般有16位 二进字数位 占两个字节 用16进字数显示时 有四位 好 我们一起再来 练一练 用某软件 查看存储于计算机中的字符 卢夏图所示 我们如何找出 ASCAMA和汉字内码呢 老师 这提我来回答 英文字符 在计算机中的编码 占一个字节 最高位是零 所以对应的 16进字数又起 第二位上的数 是不会大于8的 这里凡是数字0到7范围的 连续两个数字 就是对应一个英文字符的编码 而汉字字符 在计算机中的编码 占两个字节 每个字节的最高位是1 所对应的16进字数又起 第二位和第四位上的数 是不会小于8的 连续四个数字 就是对应一个汉字字符的编码 很好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1和棒的16乘16点阵字型码 如下图所示 请计算出它们存储时所占的 二进字位数 以及字节数 小月 你的计算结果是 用一个bit存储一个0或1 正好对应一个点的黑或白两种状态 那么第一个一字的字型码 每行16个点 就是16个bit两个字节 一共16行 所以需要256个bit32个字节 第二个棒字的字型码 也是16乘16点阵 点数和一字相同 所以答案相同 也是需要256个bit32个字节 正确 同学们通过计算 你们有没有发现 笔画比较少的1 和笔画比较多的棒 它们所占的字节数 是相同的 所以 字型码 所占的字节数 与笔画是无关的哦 我们再来练一道题目 小文将文档中的文字 康康 分别设置成 如图所示的格式 对于这两个康字 以下叙述错误的事 正确答案是D 通过这道题 同学们要理解 汉字的内码 以输入码 自行码的特点 也就是 相同一个汉字 它可能有不同的输入码 它可能有不同的自行码 但是 在计算机内部乘处时 它们的内码是唯一的 当然 它们的内码 一定是二进之数形式的 所以 选项D 它说 它们的自行码相同 那就错了 本课总结 通过本节课的复习 同学们对以下几点 再做进一步的梳理 加强理解 以下几个概念 信息编码 ASK码 输入码 内码 自行码 厘清这样几个关系 编码数量 以二进之位数的关系 内码 以输入码 自行码的关系 并对英文字符的 ASK码推算 及大小的比较 ASK码 以内码的区分 ASK码 内码 自行码 所沾 乘储容量的计算等方法 希望同学们课后 进一步复习巩固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课后 能针对本课 需要理解的概念 需要厘清的关系 需要学会的方法 再进行进一步复习和巩固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